哦,你看这个工作是需要我来做 今天他说山水乐团还有好多团员并没有介绍到 团长来,咱们两个人一起啊 把所有的这个团员给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刚才左手哥,左手二胡已经介绍了 王昌 这个是我们山水乐团的好文亮 好文亮 有时候我们叫他亮仔 亮仔 亮仔你好亮 对,亮仔你好亮 这个是我们的山水乐团的二胡笑笑 也是志愿者 他现在是二胡硕士研究生 哇 今年刚毕业 其实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 就是山水乐团确实来来回回走走去去的 有很多人 曾经坐在这里的那个二胡女孩小杜 对,小七 小七 然后呢,也离开了乐团 但是呢,我们一直都很怀念你小七 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看直播 如果你愿意回家来,我们都很欢迎 是吗 对 这个小飞象大家都很熟悉了 现在也是山水乐团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对吧 山水小飞象 马思敏 马思敏 你再来看看刚才已经认识过的这个 美丽的琵琶妹 李梦奇 小萌妹 小萌妹 刚才说了,她的钢琴条绿也特别专业 这个是猪软玉兔 猪软玉兔啊,可不是 她原来的名字啊 她叫张倩 这也是网友 觉得她 起的 特别可爱 对 然后正好她的爱人骨鸽 就是鼠兔 对对对 你看多合适起的 小玉兔 有了玉兔啊,奔乐的时候得嫦娥 对 嫦娥 这不就嫦娥来了吗 这是,也是网友起的嫦娥姐姐 对 嫦娥姐姐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然后那个专业也非常好 在这个抖音上的直播也特别受关注 是的 陈梦静 对 这个小姑娘要重点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山水乐团的志愿者兼职演员 嗯 叫孟水姿 孟水姿 她实际上是唱戏的 哦 京剧 在乐队呢 就是先的打击乐演 这样吧 孟水姿 你呢 就现场给大家来一句 是不是 祝祝信 她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志愿者的工作 其实不是她的 不是她的专业 来给我们来一句好了 今天开嗓了吗 我随时都可以 随时都可以 那给大家来一个最耳熟能详的 红灯记选段 提篮小麦 提篮小麦 是美渣淡水 劈柴 也靠他 里里外外 一把手穷人的孩子 放当家 谢谢 太棒了 谢谢水姿 表演得太精彩了 其实呢 水姿就是山水乐团的邻居 她是 知道了这个乐团之后 自己 就是作为志愿者 来到了乐团 帮助大家 也是一位 天使级别的小姑娘 好 谷歌 山水乐团的谷歌 谷歌的全名是什么 自己介绍一下 朱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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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网上的时候 就是 不爱笑 她要笑的时候 是很难的 网上第一次 我们那个余工薰 活的时候 生无可恋的谷歌 其实她是笑在心里的 谷歌是一个很深沉的人 对 最后是我们的能吹歌 能吹歌 也是团长 对 乐团的业务团长 大家好 能吹 然后能演舞 排练呀 安排曲目啊 MIDI制作 就是能 我觉得吹吧 就有点 你是在线 对 不是吹牛 吹牛不会啊 你当有能力 是的 怪讲怪讲了 继续努力 其实你看到了吗 我们一说起来十年 在这个时间的长河当中呢 它只不过是惊鸿一瞥 但是对于每个人的人生来说 这一段人生旅程 十年可是重要的回忆 对 你可以选择平平淡淡 波澜不惊的度过 你也可以选择 风起云涌 波澜壮阔的度过 但人生就是这样 无论是亲情 友情 或是爱情 如果能够相拥十年 那已经是无愧于生命了 今天呢 我们一起共同感受了 山水乐团十年的一个经历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接下来的十年 和以及未来更长远的日子当中 山水乐团演绎和弘扬民族音乐的道路 会越走越宽阔 再一次感谢我们山水乐团 所有的乐师们 谢谢你们美丽精彩的表演 也再次感谢网友的关注 希望你们继续持续地关注着 这个需要关注的山水乐团 来 我们再一次点赞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的直播就快结束了 再次感谢大家 再见 体力 体力 跟大家挥挥手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